在彰化西湖海丰路民宅旁边的一间电气回收厂 疑似在进行焊接工程的时候冒出火花 那么旁边的民宅瞬间陷入火海 现场的火势燃烧非常的剧烈 警校已经赶到现场目前正在扑灭火势当中 最新的状况我们连线交给燕慈 燕慈请说 社主观众通过画面你可以看到浓浓的黑烟夹杂 这个大量这个火势来得又快又猛 而这起火灾就发生在下午的一点钟左右 就位在彰化的西湖海丰路 这边的一户民宅 那么根据了解的这个民宅旁边是一家电气的回收厂 但是这个火势可以出来得又快又猛 而且是非常大还不断冒出火花 甚至是传出这个噼里啪啦的声响 那么也让这个附近的民众都吓坏了 但您关心当时的情况 好热啊 这里很热啊 很烧啊 那么根据了解呢 就在下午一点钟左右 这家这个电气的回收厂 是突然冒出了火花 那么当时呢 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回收厂人员呢 目前是没有人员在这边上班的 所以这起这个火警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而初步了解呢 根据了解会发生这个火灾呢 疑似是当地呢 正在进行焊解了一个工程 那么火花呢 不小心掉落 然后呢 才会引发这个旁边的这个废弃物 突然来起火 引发大火 那么由于目前这个火势呢 可以非常的大 那么警消人员呢 正在抢救当中 这些火灾的火灾 感谢观看